上海有清iges bij Niew 大家好 我是上海有清ühl的刘春蕾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演讲 我个人呢 是在RTE行业里面呢 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呢 但是我是以一个 环境污染的受害者的身份 进入了这个领域里面的 我 religion那时候在上海买了个房子 房子其实风格啊 各个方面非常好 但是不知道的是 住几居之后就经常闻到臭味 原来在我们小区周边不到三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垃圾的填埋场 因为超级服役的原因 管理不善的原因 经常散发出各种臭味 我们跟它斗争了四年多 一直到一二年 一二年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噩耗传来 要在它的旁边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场 然后这个时候就激化了这个矛盾 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我个人也是参与者之一 所以这个事情啊 在我们斗争了那么多年之后 迎来了这样的结果 对我出动非常大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公众的环境的知情权 和它的监督权 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再加上当时一二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这个环境污染 一些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 我就在思考 就是我们能不能以自己的方式 为这个事情做一点点努力 所以呢 一二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 这个跟我们几个小伙伴 一起开发了一个叫 危险地图的webAPP 就是它是可以手机的连接打开 然后自动订阅的单线位置 以五公里和十公里 分别画两个圈 告诉你影响你这个周边的一些 影响你健康和安全的一些 一些这个污染源 这个呢 这个出来之后呢 就是引起了很多环保圈的 小朋友的这种关注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拉到这个圈里面来了 从此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这个地图呢 当时呢 就是还是有几万的一个浏览量的 但是呢 这个地图呢 我们也发现了 它有一些很多的反馈给我们 一个呢 是说 我们是从IT的角度来看环保的 实际上很多 就是说不专业很多方面 第二个呢 是数据的不精准 就有很多 比如说它的 公司的办公室是在市区 它的工厂实际上在郊区的 但是你这搜出来呢 会发现你旁边有一个大工厂 所以说这个不精准 所以我们在 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 房产的杂志合作 你把这些信息标到你的那个 对吧 这个杂志上去 或者你在这个房产中介 你给客户介绍的时候 你告诉他房间有哪些东西 结果很失败 因为对方告诉我 我们盈利的 手段就是要促成成交 你这样做 只会把我的客户赶跑 所以说这条路 推广方面也不顺利 所以我们就在想 那我们怎么样做 才能够对这个 让公众能够真正能 起到更大的作用呢 这时候呢 正巧呢 有很多环保组织 找我们合作 希望就是用我们的这种方式 来帮助他们 做他们自己领域 自己地域的 个性化的一些 环保地图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第二阶段的一个成品 就是我们有 它就像一个淘宝店一样 淘宝一样 你可以在上面创建 你自己个性化的一个地图 然后当时呢 有几十家的环保组织 在上面创建了这个地图 然后呢 也有很多的 其他的领域的 在试用 这个是 这个是 第一个阶段 我们找到了一个同盟军 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环保组织 就我们希望大家 也在用个地图工作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共同地 把这个数据 做得更精准一点 然后这个呢 就运转了一段时间 也产生了一段效果 但是呢 后面呢 我们遇到了又一个瓶颈 就是因为环保组织的 本身的资源 也是有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自己对产品的 设计 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呢 它就没有达到 我的预期 而对于地图来讲 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数据 就是地图是一个 非常化的 可视化的 非常好的 可视化的一个同据 那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来源于哪里呢 数据在当时阶段 主要是来自于政府 就是很多的环境的信息 都是由政府来发布的 所以从2014年到2016年开始 到2016年这段时间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对中国的环境的信息 进行了一个摸底的调研 和一些 信息公开的一些 推动的一些工作 就是很多方面的一些工作了 就这里面的一个地图呢 这是实际上是南方周末 画的一个地图 我们当时在2016年 做了危险化学品 胜量许可证 和精英许可证 信息公开的一个调研 当时对口的 主要是各地的安监局 当时我们就发现了 各地这个危险化学品 这两个证的公开啊 还是存在着大量的问题的 然后我们也起了 非常多的建议信 也推动了一些安监局 把它的这个数据公开 然后安监总局的领导 也要了我们的报告 去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 南方周末呢 也去协同 一起去推进这个领域 这是维化品 当时我们的一个 一个推动工作 然后还有呢 像水源地 水源地2016年3月份 我们在开始 我们的调研的时候 全国只有不到一半的省份 公开了水源地的水质 然后经过了 大半年的一个调研和推动 我们会给当地的 环保厅写建议信 还是收到了很多的 正面的一些反馈 到了2016年年底的时候 全国大部分的省份 都在省厅的 或者省局的官网上 公开了这个水源地的水质 大家现在如果登陆 你们所在省份的 圣态环境厅的网站的首页 绝大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个专栏 就是水源地水质的一个公开 目前呢是按阅读来公开的 所以在这两年的时间呢 我们这个调研了 从水源地 饮用水 危险化约品 排污许可证 垃圾处理设施 企业环保信用 等等 非常多的一个主题的调研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发现了 很多的环境信息和环境数据呢 这个公开的潜力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对公众的实际的生产生活 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说 我们每天喝的自来水 是从这个水源地 再到这个自来水厂的出水口 再到这个管网 市政管网 到管网末梢 再到我们楼顶的 或者楼下的水箱 二次供水 全流程的水质 都要公开的 都有规定的 但是这个执行的 还是非常的不好 其实我们 喝自来水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喝的水 水质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是好不好的 到目前为止 这个问题 也还没有得到 非常好的一个解决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工作的办公楼 你的隔壁 或者上下层 有一家公司 它是经营 危险化学品的 可能在它的办公室里面 或者说在它实验室里面 就存着危险化学品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是我曾经亲自 遇到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次办公室 就是用它中央空调嘛 就是楼下一个 一个危险化学品的公司泄漏 导致我们整个楼疏散 这个信息不公开 对我们公众的健康 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然后在这个 吞吞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不断地思考 我们的 带来的改变的 评估 不断评估我们带来的改变 但是我们发现的 这种信息公开的方式呢 还是有点 搁山打牛的那种 就是有点那种 不够直接 所以呢我们 就在思考 就是我们怎么样 可以更直接地影响 这个环境的改变 那环境改变呢 污染呢 相当一大部分 是由 这个企业造成的 我们前面呢 找到了我们一个同盟军 是环抱组织 已经在合作 然后后面呢 我们又找到了 我们的政府 通过加强政府的监管 和信息公开 来做些工作 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后面呢 我们 再看到了 十九大里面 对于 中国的环境保护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 叫政府主导 企业为主体 公众参与 那企业造成污染的主体 主要是企业 那我们怎么样 它能够影响到企业呢 在我们这个 信息公开设调研的过程中 我们接触到了一个 一个就叫企业 环保信息评价 或者是环境信息评价 环境信用评价 这环境信用评价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它把 政府 把企业 市场公众 都联系到了一起 政府来评价企业 市场来应用 这些数据 而且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呢 又牵扯了大量的 环境数据 和信息 这个正好是我们的一个专长 所以呢 从2016年开始 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工作 就转移到了 企业环境信用的建设 和应用的里面来 这个建设方面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调研 了解到了各地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 存在的一些不足 然后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 政策建议的方式 来加强这个体系 我们在2017年 支持全国人大的政协委员 也是我们阿拉善的会亲 提交了这个 全国政协的提案 然后2018年呢 我们又支持我们 这个全国人大的代表 就是我们也是阿拉善的会亲 提交了一个 全国人大的议案 都是聚焦在 企业环境信用的 改善的上面 然后呢 深的环境部 法规司 转称到阿拉善办公室 向我们反馈 他们在这个领域 做的一些 改变的一些情况 现在呢 我们也在深度地介入到 环保信用立法的 这个过程里面去 提交了很多的意见建议 这是体系建设 那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 应用方面 企业环保信用 它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如果你评出来 如果不用 那这个就没人重视 环境信用 所以我们把 联合信用惩戒 作为我们的一个 工作重点之一 2016年的时候呢 生态环境部和各个 有31个部位 联合发布了 环境领域失信的 联合惩戒备忘录 这里面有多达25个领域 可以对 环境违法的企业 进行联合惩戒 这里面呢 我们挑选了 有几个 适合我们做的一个领域 包括了税务 包括了证券 信贷 国有资产管理 财政 等等 做了一些试点 那在 证券领域呢 那主要是 就是绿色金融这一块 那我们呢 做的手法呢 主要是 证券会对于 企业RPO 再融资 发行债券 的环境信息披露 有比较明确的 一些准则和要求 那我们呢 就用大数据的手段 一方面收集 企业的环境信用 的一些数据 一方面呢 收集 这些RPO和再融资 发债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进行 数据的交叉比对 然后发现 从大量的数据里面 发现少量的 疑似的 有问题的这种 融资 然后呢 人工复合 复合之后呢 我们会联合各地的 伙伴 联合各地的环保组织 首先会跟企业 去做主动沟通 我们希望它主动的 去披露 它应该披露的 这些事项 环境的信息 如果你不披露 不合作 那我们就只能 向证券会 向各地的证券局 去举报 你的环境信息 违规 这边呢 大家看到一些案例呢 左边呢 就是说 经过我们的一些 沟通 他们主动的承诺 去 或者是 确实地 做了一些推动的工作 比如说 上海建工 上海建工 大家有的可能不了解 东方明珠 经贸大厦 都是他们建的 这是一个 非常大型的一个企业 2018年 它第一期债券 我们发现它 有个子公司的 环境的一个行政 取冲准罚没有披露 我们就跟它沟通 而它的动力很快 就跟我们回信了 说我们会承诺 我们下一次 发行债券的时候 会披露这个信息 结果在2018年第二期 它发债的时候 它的募集说明书里面 就把这一条 环境违规信息 披露出来了 这是一个正面的 一个案例 当然也有很多 企业 上述公司 不理会我们的 善意的 主动的一个沟通 最终导致了 我们不得不去举报 证监会 当地的证监局 责令 它和它的这种 保健人 去加强 它的环境信息披露 去年呢 我们已经推动了 几十家 资产过亿的 上述公司 加强它的环境信息披露 这是在绿色金融领域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还有一块呢 就是在税务领域里面 就是 这个税务总局 和财政部 有关于一些 资源环境 综合利用税的 一些退税的 优惠政策 就是如果你 从事这个 环保领域呢 我可以给你退税 但是呢 它那边有一条要求 这就解释 信用联合惩戒 备忘录里面的一条 就是说如果你 被环境行政处罚 超过一万元 你是不能退税的 三十六个月内 不允许退税 但是呢 很多公司明知自己 不符合条件 还是提出了退税申请 而且因为各种原因 被通过了 这个退税金额 有的上述公司 退税金额还非常大 那我们呢 也是通过大数据手段 一方面我们收集 它的退税的这个名单 一方面呢 收集它的数据的这个 这个环境信用的一个数据 进行交叉比对 一样的一个道理 然后我们向各地的税务机关 去反映这个问题 经过我们的这种交叉计算呢 就会发现 就是从一万多家企业里面 我们发现 有一千多家存在一室的 这个环境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仅一个直辖室 就追回了一百一十万的税款 我们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 各地的税务机关 在不断地向我们反馈 他们的查处的一个结果 复合的一个结果 我们预计 这个最少要过千万的 一个税款会被追回来 这是我们在税务领域的 通过这些工作呢 我们就让这些 环境违法企业 除了你几万几十万的 罚款之外 你要明白 你用污染了公众环境的方式 来赚你自己的钱 你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大家应该自觉地 去关注自身的这种环境信用 减少污染环境 就是更好的一个绿色的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也跟 包括税务的 包括绿色金融的 我们都是跟各地的 蔚蓝侠 静草 创立家 合作 我们有十几个省份的 伙伴 跟我们一起 用大数据的这种手段 来推动当地的 绿色金融 还有环境信用的进步 这是跟企业的 合作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把已经实现了 环保组织 政府 企业的一个 一个协同 但是呢 这个还是不够的 这个还是不够的 然后呢 我们 这个 环境数据 环境数据 其实可以在 社会的方方面面 发挥它的作用 一份环境数据 在我这里 我们自己去利用 那只能在 有限的 几个领域里面 去产生它的价值 但是如果这个数据 我们开放出来 所有人都可以用 那它可以在 非常多的领域里面 发生各种各样的 价值 这里我指列出了 近期的几个 我们用开放数据 支持的这个项目 实际上还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南方医科大学 研究环境污染 跟人的生殖能力 之间的关系 环境污染 再持续下去 中华民族 对吧 这个发展 永续发展 怎么去实现 有人研究 雷豹 跟PM2 2.5 之间的关系 有人研究 山东省 西电东宋 与山东省 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有人研究 城市化 怎么样的城市化 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方方面面 其实最终 跟我们公众 自身的 社会的 方面都 产生 非常多的一些 价值 所以说 开放数据 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而且 中美 最近有个 很有意思的 一个评论 就是有专家 比较 中美 在人工智能领域 发展的优劣势 美国的芯片 算法 等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中国 在哪方面占有优势呢 中国就是它 巨大的市场 巨大的人口 巨大量的数据 因为人工智能的算法 是需要训练的 样本数越多 我的这个模型 就会 算法 就会越准确 那未来 中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 它要 占领 这个世界领先 它必须要 开放数据 让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科研机构 能够用得了 这些数据 才能够在这个竞争里面 占领先机 才能让我们更加智能 所以呢 为了改善 我们的环境 为了 这个 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 我们现在 跟 环保组织 各地的环保组织 跟各地的政府 跟市场和企业 以及 社会的方方面面 共同的协作 利用我们的一些 专业的技术能力 让大家 能够提高效率 能够 从数据里面 尤其是交叉的数据里面 发现很多 之前 我们用传统的方式 发现不了的规律 解决一些 之前用传统方法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 能够跟在座的各位 一起 好好地利用这些数据 好好利用我们自身的 专业能力 一起来建设 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 一个更加健康的中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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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